現在我們去的地方叫做Excube 就是一個室內滑雪場 我們準備出發 我很懶惰的 甚麼都穿上身 然後進去就甚麼都不用做 玩得 出發 其實我們進來的是一個商場 裡面有保齡圖打 有一些跳傘 裝泡傘 無重的那些 風扇大催淚的那些 還有我們這個Snowboard和Ski場 很多東西吃 現在開始人多了 已經 前面有幾間Shop可以買一些滑雪用品 不要說那麼多 進場再說 這個是入口 其實在網上登記後 就不用說那麼多 我們來到 防水 即是它已經是 怎樣說 可以 有了記錄 你打個名字給它 就讓你入場 夠鐘 我就入場了 等等 進來 要戴口罩 我們現在準備 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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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才開始學 上那個 夾的T-bar 所以 嘩 開始很辛苦 夾得很累 現在已經習慣了 這次是第三次夾 希望不要 炒給大家看 說多一點 這個場地 滑雪的人 是多於Snowboard的人 雖然Snowboard也挺孤單 另外就是 厚 廁所不開 慘了 糟了 那怎麼辦 好 不要管了 先去吧 另外入場 是29磅 兩個小時 一個小時和兩個小時差不多 還有三個小時 全日通過 我覺得兩個小時 對我們的老鬼來說很夠 還有呢 先戴頭盔 我本身不是高手 我玩了這件事 不夠十次 但是 就已經熱愛上去了 好了 不要多說 準備 入場 有很多這樣的車仔 可以讓你玩 進入滑雪場 要夾這些T-bar上去 今天Block得頗厲害 出發 你好 謝謝 好了 夾這些T-bar很累 我其實上網去Youtube那裡 看了很久 就是怎樣夾這些T-bar 而不會炒 主要就是不要 主要是別人的重心向前 還有呢 開始夾的時候 大腿之間是很痛的 OK 夾的時候 他教的就是 一隻手 其實要 抬著這條鐵 我當然不敢 不敢做刺 當然 照做 不敢做 不過有一點問題 我的腳是踩著自己的 鞋子 綁帶的位置 所以都 聽到一會兒出去的時候沒事 其實還有些緊張的 玩了幾次 試了幾次這些T-bar 都還是有點緊張 這裡有很多跳台 讓你練習 我暫時還沒到這個水準 我建議大家的圓形的位置 儘量貼屁股 即是 眼那裡 儘量貼到眼那裡 令到 不會揹 好了 不要說那麼多 有點緊張 上到頂 因為真的不太習慣 尤其是出去那一刻 我就習慣早些拋開那塊東西 自己摸回來的 沒有人教 因為我自己一個人 又沒有問人 好處 早些拋 早些拋 其實我還是很習慣一隻腳這樣走 我很不喜歡 好處理 我覺得最累的 最累的不是滑 最累的 保鞋 保鞋 保鞋真的超累 好 慢慢 好 好 先坐下 先坐下 好 好 現在 小心點小朋友 這樣就下來了 很快 高速直接下去 我們這低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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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欣賞一下 別人的路邊 那些 這些你看 直入的 這個人跟我差不多 應該 這個不是高速 他特意做 他做慢一點 給別人看 雪狀況也不錯 OK 不太差 通常我踩兩轉 就會停一停 掩討一下 然後再慢慢再玩 或者兩三轉 今天剛開始可以三轉 其實挺累的 這些這樣夾著 未懂用力便會累 學懂用力之外 其實可以很省力 很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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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好 你好 我 就 很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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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的問題是玩這些是太短刃了 又要休息了 出發 總 好,先檢查一下機器 根本是水冷多了 噢,那是水冷 可以告訴大家,是水冷最累的,有人聽 所以兩個小時當然足夠玩 即是你說魚很長的,這些很浪費體能 你們上上下下下 我們下一次,還沒有 哇,發射 好,天 明天打,沒什麼勞 好,剛才到天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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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